老胡今天跟大家讲一下 版权主张里面一些不常见的 一些情况 以及处理的方法 好 我们首先复习一下 什么叫正常的情况 正常的情况就是 你用了某一个素材 这个素材可能是声音 可能是画面 可能是视频 所谓视频就包含了声音 包含了这个画面 这三种素材都有可能 收到版权主张 如果你使用了一个 你自己不清楚版权的 这样一个素材 那你有很大的可能 会得到一个版权主张 这个版权主张 可能在你上传的那一刻 收到也可能在将来的 某一个时候 这个时候可能是将来的 一个礼拜一个月 五年十年 随时你都可能 收到一个版权主张 只要对方 他是有这个合理的版权 好 这是基本的概念 那版权主张的实质 就是他把你使用 他这个素材的 产生的所有的收入 他都把它拿走 这就是正常 如果他是误报 也就是说 你自己花了钱 在某个素材网站上面 得到了使用的这种授权 那就属于一个误报 你这个时候就可以进行申诉 申诉正常情况下 你只要提供这个授权 证明的材料 他就会解除 好 这就是正常的流程 就是第一 它是合理的 完全主张 你无意义 或者是你申诉 他也拒绝 你提供不出这个授权证明来 那他把钱全部拿走 或者是这样 他讲 对不起 我们这个误报了 他收回他的版权主张 那这个钱归你 正常的流程 好 我想不正常是这种情况 比如说 你在上传一个视频的时候 收到一个版权主张 但你的确是在 某个素材网站上面 你花了钱买了这个 那这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正常的这个流程过程当中 你要申诉 他给你解除 但是申诉解除的过程 有这个油管规定是 你提出申诉以后 对方有30天的 这样一个 这个回复的 这样一个时间窗口 也就是说 他可以一直不管你 那你担心就是什么 我提出这个版权主张的申诉 然后你前面28天 29天都不理我 也不给我回复 也不讲解除 也不讲这个 他们一定要坚持这个主张 那这段时间产生的钱怎么办 就这个问题 所以今天我就告诉你 如果你再上传一个视频 那这个视频的话 老胡不是经常讲 要坚持稳定的更新频率吗 那你现在就是讲 我现在上传 得到一个版权主张 我也知道对方 他可以按规定 在30天之内 回复我这个申诉 都没有问题 那我这个视频 我等了30天以后才发布 这就是非正常的工作流程 那么这个应该怎么处理 好 仔细听好了 如果你明确的有版权 啥意思 你通过付费的这个网站上面 买过这个素材 那你基本上就可以确认 这是一个误报 首先任何问题 这是那个你付了钱 那个网站的那个问题 一般情况下 是不会出问题的 也就是说那个网站 它有专门的人审查 它的版权的情况 所以这种版权主张 往往是误报 那也就是说 只要你去申诉 哪怕它是24小时回复你 或者是28天回复你 最后结果都是解除这个版权主张 不管它是多长时间解除 这个时间段里头赚到的钱 全都归你 那也就是说 啥意思啊 你不要因为你在上传这个视频的时候 收到了版权主张 而你又明确你是有权利使用的 这种情况下 你别等版权主张解除 直接发布 这个是特别适合那些 费了很大的功夫做一期节目 比如说周庚 我这一个礼拜就这一期节目 然后一下子就掉链子了 版权主张 比如说28天才解除 那一下子我这一个礼拜不就断庚了吗 对个人的这种工作的积极性 情绪都有巨大的这种打击 对赚钱也有相当大的打击 比如说有很多同学 他一期节目出去 正常的播放量都是十几二十万 这种情况下 那么也就是他这个礼拜发出去的话 他就能赚几千块钱 那你停在那个地方的话 你这个礼拜可能就少赚了几千块钱 对吧 是这个情况 所以像这种情况 你非常清楚 你所有用的这个素材 都是来自那个网站被主张的 那你就发布出去 别等 很多人是有一个错误的想法 总觉得讲 我要把所有东西都解除了 就我才来发布 不需要 但这个前提是 你必须是你使用的那些素材 它是你清晰的得到的授权 要么从油管的音乐库里头来的 免费的 没有版权的 要么有版权 但是你从素材网站上面付了钱 这个你就发布 赖壶 你就提供这个授权书给他 然后对方他什么时候解除 你根本就不用在乎他 好 这是一种不太这个常见的这种情况 或者特殊情况 别等 第二个 你有没有在油管上面看到很多视频 比如说油库或者腾讯 或者是一些电影 那他突然播放在某一段的时候 要么没声音 要么这个音乐好奇怪 而且你注意到 这些频道都是官方频道 比如说是油库 腾讯 或者是电影频道的官方频道 然后他为什么好像正片出来以后还有问题 突然没声音 突然只有背景的声音 突然这个音乐好像好奇怪 明明在那武打激烈的那种情况 然后背景音乐好违和那种感觉 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这是非常常见的 如果你经常去看 比如说油库的节目 或者腾讯的一些节目 或者一些爱奇艺的节目的话 他都会出现那种情况 那这是怎么回事 这就是这个电影 或者是短剧 或者电视里面 他使用了授权的音乐 而他这个授权 是卖给了这个电影方 他里头比如说用了几十段音乐 他是花钱买的 而他得到的授权 是在比如说院线里头去播放 他这个电影 或者是在指定的平台上面 比如说你爱奇艺 或者是在你的优酷 或者是在你的腾讯的 这个视频平台上面可以播放 到其他的平台 他都不允许你播放 所以当你把爱奇艺腾讯 或者是优酷的 甚至是一些电影的这个视频 拿过来上传到油管上面的时候 就会报告这些版权 而你听我刚才讲了 这些电影电视 因为他节目时间比较长 他会有很多的版权匹配重的 他可不是一个音乐 因为有好多好多的音乐片段 在海边散步是一个音乐 跑步是另外一个音乐 爬山是另外一个音乐 大豆又是另外一个音乐 现在大家都为了省钱 很少去请一个作曲的人 专门为那个电影去写音乐 基本上都是到外面去采购 买那个音乐的授权 所以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即便是得到了官方授权的 这些电影电视或者是短剧 发到油管上面来的时候 都会得到大量的版权主张 这个版权主张的处理方式 在线可能根据你具体的情况 它会有不同的选项 有的要把这部分完全静音 有的可以给你提供自换音乐 那这种情况有它的复杂性 它一个特别复杂的地方是什么呢 比如说这个电影里头 一个小时45分钟 它可能用了35段音乐 全都有版权的 那么理论上来讲的话 它最大可能性是35段 全都会得到版权主张 也就是说你会收到35个 这个版权主张的通知 当然有的时候它可能会组合 一个通知里头可能有三个 另外一个通知里头两个 然后一个一个一个这样通知给你 那你碰到这种情况的话 就是你早上一起来打开那个邮件的话 哗一堆全都是这样一个版权主张的通知 那这个问题的复杂 还有另外一种可能 就是油管它有的时候 为了省时间 因为当一个视频 只要有一个版权主张匹配中了 意味着这个钱就不是你的了 对吧 它才不管你是一个版权主张 或者是十个版权主张 反正你只要有版权主张的话 这个视频的钱都不归你了 所以它有的时候出现什么情况 就是它前面给你报告 讲这是一个版权主张 这是一个版权主张 或者是再来一个版权主张 有的时候它就报告第一个 或者是报告前面两个或者三个 然后它后面懒得给你去扫描 因为它扫描是需要浪费它的算力的 所以我经常碰到这种情况 就是说你一上来给你讲一个版权主张 然后你把这个版权主张 把它处理过了以后 它紧接着一两个小时 或者第二天又给你报告讲 你还出现了两个新的版权主张 等你把这两个 又把它通过某种方式处理掉以后的话 它紧接着卡卡卡 又给你来四五个版权主张 老胡以前做过电影频道的 我记得有个电影前后分两次三次 给了我将近30个版权主张 那我直接就崩溃 最后干脆就把那个电影删掉了 顺带说一下 我做的电影频道是由官方授权的 所以像电影里面使用的那些音乐 得到的版权主张 那都是合理的版权主张 它不是免费的 申诉是没有用的 正儿八经的电影和电视里头 是不会去使用那些免费的音乐的 意味着在油管上面上传这些电影电视的作品 这些版权主张是真的 你申诉也没有用 好的 这就是老胡今天跟你分享的关于 版权主张的两个非正常的使用场景 谢谢你的观看 再见